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马天宇自己小时候家庭的经历不是很好 所以对于亲情这样的事情肯定很重视 看到马天宇这样的暖男 在这个圈子里有很多人喜欢 真心替这位阳光的大男孩表示欣慰 年纪也不小的马天宇 估计有了自己的娃之后 也会是一位超级暖的老爸 作为国内青少年偶庆团体 DF1的议员 异样千玺是幸运的 异样千玺是一个不太喜欢说话表达的男孩子 虽然表情比较酷酷的 但是一对李沃也是暖化人心 千玺在家里也有一个小弟 所以对于戴华这样的艰巨任务 想必也是十拿九本 再放开我北比里面实习戴华 算是最小的一个 但是千玺对待自己的任务完成度非常棒 相信很多女粉都渴望被千玺带着安然入睡吧 吴士勋真的是长得很帅的类型 想必是男孩子看见了 也会感叹一句 可是男的也觉得他帅 很多人说吴士勋和陆寒一样长得很漂亮 但是吴士勋也是一个很有肌肉的男性 吴士勋虽然没有带娃的经历 但是在韩国的颁奖典礼上 吴士勋和小花童的互动也是很吸引人 吴士勋照顾小朋友蹲下来侧耳倾听 紧致的五官加上礼貌的举动 不行老阿姨的心脏都要停止了 哈哈此男只应天上有 这一年爆红的黄景瑜 也是圈内少有的硬朗型男心 不同其他年华的小鲜肉 黄景瑜可以说改变了圈子里 千篇一律的阴轴审美 鲜鱼再放开我背皮 可以说男友定爆棚 不仅化身大厨 给孩子天天做饭 和萌娃在一起 也秒遍小孩 抱着孩子的画面 特别温柔 暖心 或许下一部戏鲜鱼 可以考虑接一些爸爸类型的角色 挑战一下自我 毕竟积累了带娃的经验 都不用去戏前体验生活了 无意反载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里面也是演过一个单亲爸爸 而且是有一个混血儿女儿 虽然吴亦凡的演技还是需要锻炼 但是剧中和这个外类小演员的配合 也是苏炸了大火 吴亦凡在宣传期间 也是带着这个女儿亲密互动 不得不说吴亦凡这个很会唱嘻哈的歌手 也是很有做高颜时爹地的潜力鼓 看了这么多男星带娃的故事 你是不是也很想如何 呢 谢谢观看